1米多高 1米7 去鞋垫吧 1米7 我的医院他特别特别懒 我的真正的身高是1米68.7 就差不多就行了 所以我看到我的1米68.7的时候 就是自然写的1米7里 所以我的身高是1米7 谢谢 你有身高焦虑吗 什么意思 默认我身高比较矮的意思吗 年轻的时候很自卑 相对来讲日本人比较矮的 我的身高是大概平均又以下一点点 就只能接受自己的身高 学生的时代天天喝牛奶 没用 挺羡慕就是1米7以上的人 尤其是1米75以上的人的话 就像谁一样 你身高多少 我不知道说实话 因为体检的时候 谈谈玩意儿最高 那个尺子那个 你看还够不够 最高就2米 但我应该大于点2米 2米几啊 不知道这是个未知数 对他所看到的事情和我所看到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 你没有看过我的正点吗 谁托不托呢 这是一幕的 哈哈哈 好可爱啊 你有没有身高焦虑 焦虑 焦虑什么 哈哈哈 焦虑什么 主脑有很多 因为太高了是吧 地铁啊 电车啊 脑袋撞了 撞了好多好多次 无数次了 过山车坐不进去 因为我有次在迪士尼排队 我排了两个小时 然后被停下去了 哈哈哈 没有我坐不进去 就是坐出租车 他能坐进去那是挤啊 这很麻烦 就是这样 坐飞机的时候也是 如果不是安全出口的话 那简直就是个折磨 有时候并不想特别引人注目 但是你走在人群中 不得不引人注目的时候 实际上心里也是很 特不安的吧 好羡慕 还是羡慕他 但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话 我挺喜欢这个宣告的 因为他太高了 如果采访的话 这个主人公的压力很大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 所以大家别想 别焦虑了 你把自己站长的领域锻炼一下 就可以了 自然会慢慢消失这个焦虑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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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